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跟大家来谈一谈他怎么样从一个总机然后慢慢做慢慢做到现在不但是财经的这个主持人自己还出了书而且最重要是存了钱买了房子嫁了好老公了好先欢迎一下我们的财经主播叶芷娟 芷娟好 哈喽 玉门姐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要跟梓娟来聊一聊因为我有看到你一些资料你的书贴粉丝团当中我们待会也会来聊你的书先让大家来看一看这本书千呼万万才使出来对不对 零基础机制选古生活 先跟大家聊聊自己是从这个总机开始做起 对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电视台在针总机小姐就新闻部的总机然后我就去投了履历然后我就去了 其实新闻台会对外针总机不容易因为他们通常都是学姐拉学妹学姐毕业了学妹就拉进来通常他不会对外针 那我那一年刚好非常幸运是因为他们的总机一口气毕业了太多人所以他们一时之间无法填空所以他才放在104上面去针然后我才有机会进得去要不然其实说他们都是学姐拉学妹进来 那我就从总机开始做就是那时候在中视新闻的新闻部然后我就是接电话接民众的电话然后帮记者处理事情然后我就做了两年的时间然后一直做到毕业 做到毕业然后做到毕业之后有被找进去说那你可以来做主播了吗 没有呢 哈哈哈要进中视多难啊 没有那么但是的确啊那天晚上就有一天我坐在那个总机位置的时候那个晚上有一天总监突然跑来晚上很晚啊他还没下班跑到我旁边跟我说 哎妹妹啊你是不是今年毕业啊嗯 我说对对对他就说那你想当记者吗 我说想想想他就说好那你下离拜来上班 我没有给他履历耶嗯我没有给他履历然后我也没有给他任何他 但是后来我的长官跟我说其实我们那个位置其实总监所有的长官都是都在看着的啦 对对对就即便你是小小的一个总机你也不要忘了有人看着你的嗯啊所以你想想看嘛我觉得呃很多人都会问我说你是先有名还是先有利我都跟他说我先有机会 对对啊你如果没有机会你哪会有名哪会有利啊嗯对哎你的那个他们哎你的朋友来了 贝婷来了哈哈哈哈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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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所以你看哈就是从总机的时候嗯你觉得你当总机有没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为什么被人家看见我觉得因为呃新闻部的事的琐事非常多对对他的那个杂事琐事啊还有那个时间性都非常多嗯所以呃你很容易会不小心忘记就是辣东西辣东西嗯那那个时候我发现我就会在我旁边我就会放一张纸所以我只要任何事情进来我就赶快写然后做完然后画掉确保我自己没有辣掉什么人交代我什么事情要不然其实讯息太多 所以不是只有接电话而已还要去执行哎还要帮记者订便当啊哈哈哈还要记他们谁不吃什么哈哈哈的确啊从一个小事做好你就会订下成功的一个基石我觉得这个蛮重要那另外当记者好当记者了就开始了这个一帆风顺的好日子了吗当时你就是开始跑财经的路线吗没有我一开始跑政治哇嗯嗯但是我后来会转财经有很不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有时候在电视台里面常常会被长官呃拿去支援不同的路线对对然后我就发现我支援财经的时候最痛苦嗯如果你今天叫我去支援可能交通啊或什么的哦好像还可以嗯嗯但每次要我支援财经的时候我那时候我连台股有涨跌幅限制那时候是奇葩嗯我都不知道台股有涨跌幅限制然后你要我去哪里访问人你要我讲什么我那时候我觉得我就是跑赛支援财经最痛苦嗯 所以后来我才会突然想说哎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财经记者的不可取代性最高哎对当然所以我就是那时候我突然对政治没有兴趣的时候我才开始在想说那我要去哪里呢所以那时候我想说好吧那就财经嗯对你看然后想一个哈就是常常有很多我们在这边实习我们有很多的实习生啊 然后他们都会想要讲说哎那我要去跑生活然后我要去跑啊这个啊政治我都刚才说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圈子好好待下去的话你就先跑财经因为没有人要去财经你那个同额录取率会比较高一点哦所以我是觉得有时候你一开始的时候选择一个难的并不是一件坏事就像我跟很多年轻人讲我说一百公尺啊四百公尺一千公尺如果说真的要去跑步你要先学哪 一个大家都说那就跑一百公尺啊我就跟他说那多少人会去跑一百公尺啊你刚选一千公尺好了因为可能就四个人四个人你还是可以电军嗯对不对嗯嗯这听起来是很好听的所以你想想看找一个很难的开始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然后后来你从记者再转财经呃记者对然后再到主播哇这又是一个坎哎对对对嗯嗯嗯嗯嗯总之我从第一家电视台离开之后然后就到了我的前一个东西 中家就是財經電視台 那其實一開始在那裡 其實我在第一家電視台的時候 那時候已經做到兼職主播 可是我到親了電視台的時候 我的長官跟我說 我這裡不缺主播喔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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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他就說我不缺主播喔 所以如果你要來的話 你就是從小記者做起喔 那時候很表明跟我講 我就說好啊 然後我就去了 那一開始真的是財經記者 平常聽說很痛苦欸 然後我大概做不到三個月 我就想要離開 多痛苦啊 講來聽聽啊 不是因為你知道你太多數字 然後可能以前電視台訓練 是我的電視嘛 所以你的畫面要好看 你的電視畫面要好看 然後你要去設計畫面 然後你要有爆點等等 可是財經電視的操作 又完全不是這一回事 它的重點是 你要有辦法去約到 很厲害很厲害的講的人 然後你畫面好不好看 其實不是重點 然後你要去約到很厲害的人 然後所有的數字的正確性非常重要 那你要去很你要去能夠抓出數字正確性重要 那你當然就要很多的知識 可是老實說我當下其實也還沒有到非常非常多 嗯那些知識 所以我開始真的超級痛苦的 我就覺得跟我以前過去三年受的訓練完全不一樣 嗯對 所以你看啊這麼多的砍 然後呢 關關難過也就 也就關關過了 其實我坦白講 年紀輕輕的 我真的很佩服他一點 就是你竟然考上證券分析師的執照 我跟你講 我都想去考你知道嗎 真的 結果你知道嗎 我老師又跟我說 孕芬你別去考了 我說為什麼 他說你中快過不了 你們有你們有考中快嗎對不對 有有有快技學 對他他直接告訴我你中快過不了 哈哈哈哈 但你沒有去啊 你實際事你就可以打臉他了 哦對 哈哈哈哈 我想老師是蠻了解我的 哈哈哈哈 所以那時候你要去考 啊這個分析師的話 是是是是一個什麼樣的因緣機會呢 我覺得應該是有兩個原因啦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 那時候我們開始學財經 尤其是在那個財經環境裡頭的時候 嗯 其實我每天都接收非常非常多的財經訊息 當然嗯 可是他很片段 就是我東學 東學了一個東西 西學了一個東西 我好像連不起來 嗯 就是我好像學了某個技術分析裡面的什麼東西 可是我連不起來 嗯 所以後來那時候我就會直覺的覺得說 是不是能夠藉由準備考試 然後這樣系統化學習 收納的 對對 把它歸納出來做一個整理 因為你在準備考試的時候 因為你要去應付那個考試 所以你就必須得從源頭到中間 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你就必須很系統性的學起來 那是當時我的直覺想法 覺得欸 我準備考試 那我應該就可以比較系統化學習 這是其一 嗯 那其二的話 其實也不瞞大家說 你看 我會介紹 我會介紹擁有政權分析是知道 其實這種東西就是一個加分效果啊 當然 對 不不就是很很現實 那還有一個部分就是因為我譬如說我覺得女生 尤其是在彩晶 然後又主播 其實我覺得很容易會被人家冠上說 花瓶 我都還沒講出來 你就是 哈哈哈哈 就是很難很難免啦 就是尤其是年輕 欸我跟你講 等一下 如果說你今天你今天我跟你講漂亮人家會說你花瓶對不對 那不漂亮呢 你連花瓶都擔不上 那不是更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能夠被人家稱作花瓶也是很開心的一件事情啊 可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考上了分析師 這過程顯然是困難的 我們大概來聊聊這一段好不好 我們先來休息一下聽手好聽的歌 好 我真的很難考 而且你考完都可以去那個 你有沒有去補習啊 沒有欸 哇天啊 我的老師直接告訴我說 自學 我覺得比較痛苦的是還要上班啦 喔 就是邊上班邊準備 我那時候年輕啦 就準備的時候 對對 欸那你大學你有什麼 我是你也不算學院院是社會 我是新聞系 喔 不大新聞 喔 所以你在傳閱那邊啊 對對對 嗯 就是本科生 你知道那時候也是我們只要有實習生來我都跟他說你去考財經 嗯 就會比較比較那個沒有人要去念財經啊 你何必去跟那麼多人去競爭 你真的沒有辦法脫穎而出 而且我覺得財經他有他的專業你可以幫助自己也可以幫助別人 財經就每次人家問我說要怎麼學財經我都會開玩笑說 你就去找一個你身邊所有人會跟你談錢的地方 因為你在以前的地方你好像我不知道來東方人吧 你可能覺得談錢好像避暑避暑的 可是你在非凡談錢這就很正常 嗯 全部人都跟你談錢 然後跟你談心 不會談心水 但就是說談錢 談怎麼樣存錢怎麼花錢 就是你同事間談話 然後談錢一點都不慣 對啊 所以可是你如果在以前不是那個環境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避暑避暑 你就比較不會 就是環境啊 嗯 欸你總共分析師考幾次啊 一年半 嗯 嗯 嗯 一年半 他還好啦 因為他是四顆他可以用蒐集的 他可以對 可以可以把它 他是用蒐集的 嗯 那現在的規劃呢 現在你自己 我下一階段想要考CFP 就是那個理財規劃式的那個 喔難考那更難考耶 那六個 我已經失敗過一次了 喔那六個模組 欸你也要花很多錢喔 對對對 我覺得你去生小孩啦 哈哈哈 真的 那個六個模組真的還 我失敗了一次 很辛苦啊 辛苦辛苦 而且我跟你講那一定要去補戲 你有沒有覺得 對那個一定要 那一定要補戲 嗯 可是因為最近這一年都是線上教學 我覺得那效果差很多 嗯 但是他也不能辦實體課給你 還是要到現場 但是我覺得差很多 我覺得差很多 對啊 嗯 嗯 那你現在呢現在還在聚亨 沒有了 也沒有了 沒有了 那雅虎我看你也沒有啊 對也剛結束 剛結束啊為什麼 就是合約到齊了 喔都是合約 合約 嗯 那現在呢 接下來 現在就是主要都是跟各個金融機構有需要主持人的時候我會去這樣 嗯 其實還蠻多的 你也知道金融機構很多 很多啦 對啊對啊 就不管是實體活動、線上活動、錄影、課程等等 都有 嗯 很好很好 就是接案的主持人 那都自己接嗎還是你 自己接有自己接 有助理嗎 有有有有 嗯 嗯 嗯 好 我們待會就來聊 因為我我是覺得啦 先讓大家認識你 當然有人會在電視台上看過你嘛 嗯 然後會其他地方看到你 但是先讓大家認識 當然 而且我覺得年輕人啊 就像 我在跟費勇講 我說其實我們要幫年輕人找一條路出來 就大家都會想要有一個名牌或一夕致富 或來當沖一下 可是我看你的過程其實 也真的是 一步一腳印耶 慢慢過來 我應該沒什麼投機的成分 哈哈哈 而且 你真的也是耶 他們了不起的買房子啦 你買在哪裡 買房子 我每次都跟人家說買房子 怎麼樣可以買房子 就是找一個人結婚 啊對對我也同意 我非常同意 不是因為你想想看你 你我們現在的房貸一個月是四萬塊 我如果一個人要背我壓力很大 但我們兩個一個人兩萬 我覺得OK了 嗯 所以就是 結婚是年輕人可以買房的出路 哈哈哈 欸我講不止一次耶 每次人家問我就說找一個人結婚 你們兩個人一起來付錢比較 對 很實際 很實際 一個人一個人賺太辛苦了 我們連頭期款都是一人一半 而且我覺得年輕人越來越辛苦了耶 對啊 你知道我媽以前都罵我 說欸我二十萬就買房子 你兩千萬就買房子 是啊是啊 我兩千萬買的到 我說你現在看年輕人兩千萬買的到房子嗎 是啊是啊 還不到耶 看現在的年輕人更辛苦 我前陣子還在跟我媽聊天 她說她大學起薪的時候的那個錢 跟我的起薪好像差不了多少 差不多啊 對 我想說你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情 我跟你講我在報社 我在 在中選報起薪兩萬六啊 你們起薪多少 差不多 你看吧 幾年了 嚇死人了 我都不敢講 好我們持續跟我們葉子君來聊一聊她的人生 我們待會來聊聊她的書啦 因為我覺得跟年輕人對談我覺得蠻好的 因為現在的很多的年輕人都覺得沒有盼望了 那麼薪資是沒有辦法成長的 投資是越來越困難的 通貨膨脹又像這個 一頭大猛獸一樣 不斷的向前奔來啊 所以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年輕人不知道該怎麼辦 可是我有看到子君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可以給年輕人一些想法 就是說大家都會認為我就是漂亮 我可以當主播 可是你當了主播之後呢 過去我們的主播是嫁入豪門 那現在如果沒有那麼多豪門可以嫁 你可以把自己變成豪門 所以去考分析師這個部分 其實是困難的 我講真的是困難的 而且我剛問了大學念新聞的 你新聞去念這個 你多麼的多麼的困難 可是有沒有想要放棄的時候啊 嗯 你說在準備考試的過程中嗎 嗯 就不考也沒差對不對 對也沒有人知道嗎 那我就先不要告訴人家知道就好 先不要告訴人 然後考到了再告訴大家 這樣就不會有壓力了 對然後最困難是哪一科 唉 投資學吧 喔 對 投資學 嗯 因為他這個考試很妙 他就是每一次他會有一兩科是大魔王 就最難最難最難這樣 但是因為他這個考試他是用湊的 所以我可能他就總共有四科 那你可能只要分批拿到 你就可以拿到這個資格 那你可能不會一次準備四科 你可能一次就會準備一科 或兩科 但偏偏我可能這一次我剛好準備了投資學 然後但是這一次我就遇到了他的大魔王 喔 類似這樣 然後可能可能我我考我準備投資學那一次 其他科學超簡單之類的 但反正我每次都覺得我好像都是 剛好碰到大魔王的那一次 所以投資學我那一次 我好像考兩次吧 才過的 嗯 然後每次收集每次收集 現在就把它全部都收集起來了 就成為是一個有 啊這個證券分析師執照的主持人了 對這不容易啊 欸這你可以去投信投顧上班欸 可以去丟筆 對你有去考慮啊 你有去考慮嗎 哈哈哈哈 沒有沒有 哈哈哈哈 啊不考慮啊 不是啊你想想想看喔 如果今天我啊 真的要到金融業裡面去工作 這個這個證照就變成必備 對 可是如果今天我在我繼續在我的財經媒體圈 欸我有這個這個證照叫做加分叫光環 嗯那我當然留來這啊 嗯 欸那我問你啊 其實這個啊 考上這個執照之後 呃對於你的投資理財有發生什麼樣的改變嗎 聽說你以前是也是月光族啊 跟所有年輕女孩都一樣 對啊對啊對啊 有多少花多少啊 對啊對啊 嗯一來是薪水也沒有太高啦 沒錯哈哈哈哈 嗯我覺得這個執照有沒有讓我變得比較會投資理財 老師說我覺得還好 嗯嗯 呃他是讓我有很多知識 但是你知道要讓投資理財到口袋裡 嗯那那個不是說你考上分析師口袋就會有錢的 嗯那嗯嗯 你說我的從呃零到有錢這件事情嗎 嗯其實我在書上也有寫啦 我覺得常常很多以前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就很多人排問我說 你到底要怎麼樣買到標股然後你就可以有錢 你要怎樣買到標股你就可以致富等等等等 對啊而且你當記者你可以問多少名牌啊 很多人喜歡這樣問啊 但我可能就是一個比較實際的人 所以我可能真的必須要跟大家說我還是覺得財富累積真的是本業啦 嗯加存錢加投資他絕對不是你單靠投資你就會很有錢的 哈哈哈哈 對欸所以當記者的時候其實我跟你講我以前當記者啊 嗯我最愛就是問名牌啊 是啊但你應該也知道這個名牌這個機率如何 對你都沒有問過嗎你都沒有經歷過這一段嗎 你就直接跳過嗎 我有經歷過這一段我有經歷過這一段 其實我那時候碰到的狀況譬如說像是呃呃曾經有人告訴你說 欸某某某某某某公司跟你講說我兩個我 其實他們現在可能已經接兩個月後的單 他就說我兩個月後的單喔業績很好 嗯營收很好嗯 聽到也很開心對不對 對去買啊對買對不對 好等到兩個月之後應該就三個月之後 因為他才會公佈前一個月營收 嗯等到公佈他跟我說那個月營收數字出來的時候 他沒有騙我其實嗯 他的營收數字真的很漂亮 可是股價沒有漲 哦因為股價漲根本不是營收這件事情而已 他可能是還有其實最重要還是籌碼面吧 是有籌碼 你的市場籌碼到底有沒有在這個族群就是股票上 他才是真正會不會漲最重要的原因 他公佈出來的營收數字很漂亮沒錯 他沒有騙你但是股價不會動就是不會動 嗯所以因素很多大環境啦總體的經濟啊對不對 然後你說啊個體的一個狀況甚至我要連社會氛圍都會影響到 對啊像現在啊對啊你說疫情如果很嚴重對不對 然後你可能也會有一些這個比較緊張的氣氛 大家就錢就會Q起來了 對啊所以你在投資上有跌過大交嗎 有我之前曾經做我後來再也不敢碰景氣循環股 我覺得那種景氣循環股啊就是 起來的時候好甜啊這個那個好甜 但是說下去翻臉跟翻書一樣景氣循環股 那時候我就是曾經就是壓了某一檔景氣循環股 然後賠大概40%金額大概絕對金額大概20萬 你也去當了航海王嗎沒有很多年很多年去年 很多年前那是那時候真的是景氣循環股的問題 所以後來我得到了兩個啟示 一個是景氣循環股他正是說翻臉跟翻書一樣 所以後來我真的都不太敢再去碰景氣循環股 然後第二就是停損真的是停損 因為我如果當時有做好停損的話不會賠那麼多 所以當時也不知道停損我看你的那個你中國也賠過 中國 對還是你的資料是那個 對啊說你有投資中國的市場然後有大賠啊 中國的市場應該沒有但應該是我有買過中國的ETF 但沒有到大賠因為後來我就會停損了 會停損了 因為停損這件事情其實是困難的 很困難 對停損大家都知道啊 這是多多多多割你的肉啊 然後承認自己的錯誤 覺得沒有賣就不是賠 會有這種迷思在啦 那多久要要停損你現在 我現在的話是跌破季線我一定會賣 嗯對 就是季線是我的生命線 生命線 季線 季線 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我跟你講做不到 因為太難了 或者有很多人說那我就等啊 反正等到有一天 我又不結用一天 等一天他就會長上來的 可是事實上你可能就錯失了 你要東山再起的機會 我們待會跟大家聊一聊 我覺得他書上有提到他的致富心法 我覺得其實是感動的啊 就是說工作很重要 存錢很重要 投資很重要 當然他書當中也有公佈 他現在存股的幾個標的 我們待會兒會跟大家聊一聊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我們待會兒來聊一聊你的工作 存錢投資 好喔 唉 房價真的是 我覺得我好像很幸運在那個 房地合一 睡出來之後 那時候買 然後那時候房價有下來一點點 然後之後 疫情的那時候 又開始又回 又上去了 所以你是一六年買的啊 一七 喔一六一七 差不多差不多 嗯 買哪裡啊 永和 剛剛我們還在聊 我們是鄰居 喔 對很近嗎 你們坐很近嗎 還算近走路會到 喔 那那邊離捷運站很近啊 他比較近 但我家那邊的話是 有一個萬大線即將要通 嗯 對對對 嗯 所以你現在有開車嗎 還是就搭捷運 嗯 看地方 那如果像這邊的話就是捷運 對啊捷運其實是可以通的 嗯 嗯 好啊好啊 待會來聊一聊 我覺得 現在大家已經不太談存錢這件事情 但存錢其實真的蠻重要 然後給年輕人一些建議吧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我們真的就是 投資 就真的心法很重要 嗯 策略心法 這個很重要 現在一堆新的我都不認識 哈哈 其實 我也不認識 不認識啊 都不認識啊 其實我也不認識了 嗯 也不過三年而已 離開三年啊 對 像這個我也不認識 都不認識 欸你們那個主播還要考的 要啊 辦徵選 對呀要啊 要辦徵選 然後呢是 老闆決定 老闆決定啊 哦哦哦 739303355 好歡迎回到理財生活通 我是夏韻芬 在我旁邊的哈 就是我們財經主播也是主持人啊 我們跟芷娟呢 我們跟芷娟來聊他的書啦 他的書 我們TI粉絲團當中 跟大家同步的啊 分享啦 那另外我們也就聊一聊 他從一個啊 收入沒有很高 同時也不懂投資理財 到啊現在 那麼成為哈 這個國內擁有分析師 執照的這個財經主持人啊 然後也出版了書啊 那我們就跟大家聊聊 其實啊 如果聊到說你要存錢 你要啊這個工作 然後你要努力工作 然後你要存錢啊 然後才要去投資 嗯 講起來是老生常談 可是對你來講 我覺得這是一步一步要做的事情 是不是給年輕人想法 因為現在你三十幾歲 然後呢 有房 有車 對不對 然後有一個很不錯的老公 對不對 這都讓大家羡慕的 可是現在有三十幾歲人 可是他不敢結婚 他也沒有第一桶金 他根本也沒有辦法買房子 你會給他們什麼樣的建議呢 其實我覺得真的 財富累積真的是本業加存錢加投資 這真的要加在一起 譬如說我有一個好朋友 他說他已經退休了 然後第一直覺他說他可以退休 跟我已經是這樣的 他說他可以退休 你就會問他說 所以你是不是很會投資 你是買了一個什麼標股 所以你現在很有錢 他說不是 他是因為他換了一個工作 然後換到美商去 那他到特斯拉去上班 那特斯拉的員工 基本上他是給股票的 他的那個薪資結構裡面有給股票 所以就當特斯拉的股價 衝到了這麼高 他自己的老闆變成全球首富的時候 他其實也幫他自己的員工 拿到了退休門票 所以其實對我那個朋友來說 他也沒有存錢沒有投資 可是他一樣財富自由 那是因為他本業做得很好 所以就是三件事情 他的本業做得很好 他其實也是可以財富自由 他不去理財也可以的 然後當然存錢這件事情也很重要 因為你總要賺得多 因為我也真的很有感覺 就是以前你賺得多的時候 你真的花比較多 你好像也不會存的比較多 然後然後再加上投資 所以我一直覺得是三件事 加起來你口袋才會有錢 絕對不會是說 我今天出了一本理財書 那我完全是靠理財致富了沒有 聽說你自己還蠻省的 你有多省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個狀況 譬如說我發現我很多的朋友 大家很喜歡拿出來講的例子 就是喝咖啡對不對 好啦如果今天你去喝一杯咖啡 這杯咖啡100塊 跟這杯咖啡80塊 你會真的因為他比較貴20塊 然後你就不去這間咖啡廳嗎 不會 對因為他可能會因為 可能燈光美氣糞機 離我家很近等等 他就會被取代掉 你可能會去那100塊咖啡廳 可是碰到這個時候 你就想一下 這兩杯咖啡其實差了20% 然後每次這個時候我就會開始想 20喔好那 20% 那我要加薪可能2% 都有難度了 還有何況是20% 然後你突然你這樣想的時候 你就會不想喝那邊咖啡了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有時候你絕對數字 你會比較無感 可是當你把它換成 百分比的時候 你會瞬間很有感 尤其你把它拿來跟你加薪幅度比的時候 你會更加油感 你就不敢花了 真的 你大家以為想說不過10塊20塊 你得20塊掉在路上 可能都不會有人撿 可是你把它換算成這種 百分比的時候 很有感 我加薪都沒有辦法了 或者我錢放在銀行定存 都沒有辦法了 對 這是我的一個小招跟大家分享 聽說你買房子也是這樣子 省錢省下來的 是 女生都會花錢啊 吃東西買東西 但我們剛還在聊天啊 年輕人要怎麼樣可以買房 不是說應該要先找個人結婚 對 這是我們在廣告時間講的 我覺得如果再聽我們廣播的話 你真的要再重講一次 好啦就是 因為我覺得平常心說 年輕人要買房真的很辛苦啊 你光要先拿出頭期款 然後你要每個月之後的房貸 那唯一可以比較輕鬆的方式 就是找一個人來跟你一起付貸 你看你一個月假設4萬塊房貸 一個人要扛4萬 那這個壓力很大 可是如果今天我找一個人跟我負擔 我一個月只要出2萬的時候 欸OK啦 嗯對 欸你買房子的時候 我覺得蠻認真的欸 說實在大家都會認為說 欸你財經記者 或你財經主播 或你一定有很多的人脈 對不對你一定有消息放出去 大家都會說啊你來看我的房子 其實不是你自己看很多間房子 我看了53間 你看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那時候就是應該是說有意思要結婚的時候 那當然要先解決住的問題 那住的問題就要開始找房嘛 這很自然的事情 那那時候 因為我會明明確確知道我是53間原因 是因為我做了一個Word檔 我把每一間幾月幾號去看了什麼 然後這屋子的狀況怎麼樣 通通都寫出來 所以我可以知道 你是不是處女座的啊 差一天 哈哈哈 然後所以我那時候是看 我是周末兩天都看 然後連平日下班的晚上也會排著去看 而且同一間房子如果有意思的話 我會早上看 就是通勤時間我會去看 我會想要實際走一次 如果我從這個地方去上班 那個通勤時間狀況怎麼樣 我會實際走一次 然後 欸都你自己去看 你老公會跟你去看 會會會會 他會不會覺得很煩啊你 我要感謝他 我們兩個那個時候狀況是 一開始先分頭進行 就是我要看基數要大 所以我們分頭進行 他先去看 我先去看 然後如果我看了之後 先篩過一輪 我覺得欸這個不錯 我再把他找進來 兩個人在一起去看 但是一開始我們兩個都會先分頭 先去撒那個網先去看 而且我發現很多房子喔 你在APP上面看到不怎麼樣 現場是另外一回事 怎麼說 像我後來買這件就是 可能是房仲那個照片拍得太不好看 所以那時候在APP上面 或網站上他看出來的時候 我那時候一點興趣都沒有 嗯 我就覺得這看起來很醜啊 那個景觀看起來不對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那一間其實後來是 我在周邊看完了 實際都看完了 所以我就不喜歡的時候 然後房仲才說欸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什麼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嗯 然後我一去看就發現 實體看起來跟APP的照片差太多 然後我還笑說你們的照片也拍得太爛了吧 怪不得沒有人要來看這間房 嗯 對 喔有人是說拍得太好了 然後去看就被騙了 你是拍得太不好 對我覺得他那個拍得不好 哈哈哈 後來真的就跳到那個拍起來很不好的 對 我覺得他在APP上 只是照片不美嗎 還有什麼 呃他那時候就是拍出去的那個 尤其是窗景 那時候拍出去感覺很多鐵皮屋啊 什麼時候 感覺很差 但是實際上看不是這麼一回事 嗯 所以當時你考量的點 當然就是你們兩個都已經有存到 嗯這個投契款了嗎 對 對然後看多少的坪數 然後從預算當中去漲嗎 對 而且會非常的痛苦 你會非常的厭世 因為你那時候會覺得 你喜歡的房子你的預算不足 然後你擁有的預算 只能夠買到這樣的房子 嗯 然後你就會覺得很厭世 然後會很希望財富重分配 一個炸彈打過 喔沒有啦 哈哈哈 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很厭世 因為就是你喜歡的買不起 然後你就會覺得 蛤我的條件 我就只能買這樣子嗎 之類的 就是很厭世到後期 嗯 後來真的是看到五十三間之後 對 才找到的 對 哇你看吧 真的 我覺得你下的苦工 真的沒有白費 因為找到一個自己適合的房子 好我們要先休息一下 進一下廣告 這個過程我覺得蠻重要 我覺得現在大家都是這種太挖跳式了 嗯 不管報名牌 不管房地產 然後大家都會覺得我可不可以就是一下子就可以 我那時候也有想要去買預售物 因為它比較便宜 它便宜 對 可是我實際看了一些之後 我發現我會怕 因為我沒有買房的經驗 如果你叫我現在我去買預售物我敢了 可是當時的我真的不敢 因為我沒有買過房子 而且我不知道買房要注意什麼事情 所以你們長輩都沒有陪你去嗎 沒有欸 嗯 對 都自己決定 連談判都是我們自己兩個自己上陣 對 然後 所以我沒有擺有房子 所以我不知道我要注意什麼事情 所以預售物看不到的東西 我後來就發現我真的不敢 嗯 對 欸你們結婚然後財富是怎樣 你們的那個 一人一半 一人一半 然後 房子 我們什麼東西都是50% 50% 房子呢 50% 50% 真的啊 登記名字一人一半 完全50% 是因為嫁給律師就這樣嗎 我覺得是我個人的問題 你個性也是這樣 是我的問題 我從頭到尾都 我覺得是我問題 因為我是獨生女 所以我就是很獨立慣 然後我不喜歡輸的感覺 我不喜歡那種 女生好像就應該 你可以多拿一點 或你要表示你疼我之類 我沒有我反而是覺得 我什麼東西都可以跟你50% 50% 我覺得我很驕傲 嗯 我覺得是我的問題 那你沒有想到要管老公的錢嗎 也沒有欸 哦 那你也不想當板娘 因為他有事務所 你也不想去管他的財富 我也沒有 對 挺好的 現在大年輕人都這樣齁 就是50% 50% 真的喔 對 也沒有想說你房子一定要買我的名字 也沒有欸 嗯 嗯 對 但我知道我身邊很多人 然後我也還在思考 我這樣的觀念對不對 其實我也有覺得不太對了 為什麼 因為當我看到我的同齡朋友或什麼 他可以因此拿比較多 你還是會覺得我幹嘛這麼白癡 不用啊 你舒服自在就好啦 對啦 嗯 但我 人生也不一定是機關算盡 對 我現在也覺得好像也不需要這麼 對啊 堅持50% 50%這樣 我覺得你老公OK就好啊 對對對 我覺得現在也沒有像以前就是說 你要管他的錢啊 管他的什麼一切啊 那男生也不見會讓你管 對啊 對啊 找到一個最舒適的方式 好 好 我們跟葉子君來聊一聊 因為很多人已經都認得你了 就說你是小葉問 哈哈哈哈 對 有很多人在啊 下方這個留言啊 然後這個很重要 其實我覺得啦 從年輕人來講 省錢很重要 但你為什麼要省 你要有一個奮鬥的目標 對 你省錢是為了買房子 那個目標 我覺得要把它找出來 或者是你要結婚 或者什麼 當然也是一個獨立的女性 然後你結婚之後 有兩個人共同來負擔這個房貸 我覺得會讓你的這個壓力 稍微輕鬆一點點 但我覺得夫妻啊 說實在誰管這樣都OK 只要你們談好就好 對啊 然後我覺得就為了一個 婚姻的一個目標 然後好好堅持下去 這就很好了 現在你就是差 趕快生小孩 哈哈哈哈哈哈 對 有人到我的節目當中 他們就說 最怕來孕芬節的節目 因為都會逼生小孩 不然就被逼婚 哈哈哈哈 那我們跟大家來聊一聊 當然我覺得投資是必要性啊 因為我們剛剛其實都在講 廣告時間都在講 就是說 現在的薪資跟我早年的薪資 或者跟你媽媽那個時候的薪資 其實都差不多的 就等於說這薪資這二十幾年來 都沒有什麼樣的一個漲 那你說你小資主要存錢 其實是困難的 是困難的 對 那如果說存錢存下來 要做什麼樣的投資更難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講 剛剛你講過了嘛 就存錢你要知道 換算成幾趴 你就可能存的下來了 那投資呢 這投資要從自己懂的商品開始 那你是怎麼開始 你會建議大家從哪裡開始 我覺得我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現在的投資的想法 我如果以就台股來說 我其實分成兩個賬號 賬戶 那以前一開始的時候 我其實也是混在一個賬戶裡面操作 後來我發現這樣不行 那我所謂的分成兩個賬戶 來操作的意思是 我有一個賬戶 他就是完完全全的 我都稱他叫做我的核心資產 是為了我的退休做準備 那你才幾歲 那就是傳統大家會說的存股 那我就那個賬戶完完全全 就是很專心的在存股 那我另外一個賬戶呢 就是很表明告訴我自己 那就是一個衛星賬戶 那就是一個拿來賺波段快錢 前陣子當衝衝過 但就是好玩的而已 就是很明確的告訴我說 好我那個賬戶就是做個波段 那我那個做個波段 可能賺來的錢 其實就是指引我吃喝玩樂啊 我可能突然想要用一個什麼樣的奢侈生活 物質的時候 我會用那一個波段的賬戶 裡面的錢來做 但是我的另外那個核心的賬戶 永遠就是在那邊存 那其實也會分得很清楚 譬如說像現在 情勢不是很好嗎 那我基本上我的右邊的波段 我就完全不會做了 因為右邊的波段 我就是順勢而為 所謂的順勢是 我不會去抄底的 我反而是會追高 我說就波段 那當然 那當然 那我做波段 我很明確 我就是要做價差的情況下 行情不好 我就完全不會想說 我是不是越便宜越買 以後他起來會怎麼樣 我不會 我就完全沒有 那我做波段 我就很明確告訴我自己 那個就是一個追高 做去就順著趨勢走的賬戶 那你這陣子情勢不好的時候 我做誰 我當然就回過頭來做我 左邊的 就是核心資產那個賬戶 那我就會去看 其實基本上 只要跌破年限 我的名單裡頭 只要跌破年限的股票 我就開始去注意它 那那一種 那一邊的股票 我就真的會越跌越買 越跌越買 那所以我都號稱說 也不是號稱 我都分享說 核心資產 我就是走一個 左側交易法 就是越跌越買 越跌越買 但是我右邊的那個做波段的那個 我就是走右側交易法 就是完全去追高買法 所以這兩個的買法會不一樣 那我之所以要分開的原因是 我以前也曾經把它放在一個戶頭裡 會神經錯亂喔 對你會錯亂 然後你會一直自我催眠 譬如說 原本明明就要做波段 然後你賠了 你就自我催眠說 沒關係 我們現在來存股 然後如果是存股的 原本你就知道你是要拿來存股 它有個10%賬上獲益的時候 你就覺得說 我是不是應該買 就你會錯亂 但人很妙喔 如果你只要分成兩個帳戶 你只要開不同APP 你腦會自動切換 這是我的經驗 我發現真的會很自動的就切換了 欸 那我很好奇喔 你左邊的帳戶有多少錢 右邊的帳戶有多少錢 如果你不方便告訴我多少錢 你可以告訴他們比例是一樣的嗎 不一樣 那大概多少 這比重大概是多少 比重喔 嗯 七十三十 喔 嗯 嗯 所以七十是要做這個 核心的 核心的喔 對 純退休的 因為我覺得你那個核心的 越養越大 對 你才會比較安全感 嗯 因為你波段那個 你終究知道你在投機 嗯 所以你會怕怕的 但是你核心你越存越多 越存越多的時候 你的安全感來源是來自於那裡 就是包含是你的工作職場的安全感 也是來自於那裡 嗯 欸 那這個部分只有你的資金嗎 就是說 先生的資金有在裡面嗎 沒有欸 哎呀 你都沒有沒有把老公的錢騙過來 不會不會不會 就請他加入你的投資賬號呢 哈哈哈 他自己管他自己的 他有投資嗎 有有他也有 喔 那你們會討論嗎 會會會我們會討論 那你會給他報名牌嗎 說你要現在投資這個 對不對 本分析師已經看好了 沒有 嗯 他的他的策略就 他也他比較沒有什麼存股的那個 他就是走一個很穩健 長長期 可是波段他就會賣 那時候就我們兩個方法完全不一樣 嗯 大家都說男生跟女生投資的方式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欸 對啊 對不對 所以互相尊重 哈哈哈哈 對啦 我覺得互相尊重 然後你們會比較一下你們的績效嗎 會來聊一聊嗎 你知道你老公有多少錢嗎 你老公知道你有多少錢嗎 當然啊因為你知道報稅啊 聰明 那個帳單一寄來就知道了 他過去一整年都不講 沒關係啊 我這陣子拿到那個稅單我就知道了 所以要當個聰明的女人 對不對 報稅這種小事就太太來做就可以了 對 對 所以我覺得細節你大概也不用知道 因為彼此尊重嘛 對啊 比方說花錢的方式 或者是投資的方式 那當然彼此尊重 嗯 你有你的方式 我有我的方式我覺得OK 嗯 我覺得現代人的方式跟過去真的大不相同了 對我媽那個年代都會說 欸把這個老公的錢要管好 把他拿過來 哈哈哈哈 對 現在不用了 現在不用了 喔 欸那你這個嗯 嗯基金的琢磨也蠻多的 對 股票的琢磨也蠻多 這個比重大概多少呢 呃我的基金其實比較多 呃海外市場還有定期定額 嗯 那呃定期定額的海外市場的原因是因為呃台股做很多了嘛 所以呃海外的市場還有平衡型基金 喔 我就是就是用基金來做 然後呃還有就是否退售金的這個部分 嗯 因為台股沒有辦法讓我去做平衡嘛 然後所以要否退售的目的的話 我就是用平衡型基金來做 嗯 那這種我真的就只能用基金來做 那海外的市場 譬如說你說美國科技啊等等 當然台股 我們待會討論欸 你有成果名單嗎 待會跟我們透露一下 我們看了那麼久對不對 要聽一下名牌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待會分享一下 好呦 有一些年限 你看他們說電影有第二集 小葉問也要有第二代 的確你看多可愛 哈哈 好啦趕快升啦 哈哈哈 會有不同的樂趣啊 對但是因為你看我們 如果以我們現在這樣的狀況 然後我又開始變成 就是自由媒體工作者的時候 嗯 就是很現實啊 我有出來就會有收入 但如果我回去 我躲在家裡了 我去生小孩了 然後要重新回來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那個狀況會怎麼樣 不會啦我覺得現在其實有一些自媒體 你也可以開始運用了 而且我覺得也不會也不會也不會 你看以前我們你看一定要有個電視台 有一個舞台 可是現在有自媒體啊你可以 你也可以做一些自媒體 自媒體你在家裡面也可以做 對是是是是 但我還有就是 呃 我可能自私一點點 我總覺得沒有小孩的時候 我們兩個人想幹嘛就幹嘛 隨時要去哪去就去哪裡 可是我身邊有小孩的 我感覺他們都好辛苦喔 對啊 可是我跟你講我覺得啦 我覺得就像 投資也有那種擔心害怕 對不對損失的風險 但孩子也有 我跟你講說有樂趣也有痛苦 嗯 大家就是一個人生的經驗 嗯 我自己覺得啦 嗯 嗯 而且我覺得現在如果有自媒體 其實 不管你自己要不要自己帶小孩 請保母帶 你還是有自己的空間 嗯 嗯 然後現在也不會有 我覺得做財經其實很好 他不會有年齡的限制 或其他的限制 而且他反而應該 越長越好 而且對 對 對於是 對我常覺得說 有時候有一些 有一些素人 我都我都跟他說 你你經歷過了 兩次空投你再過來 嗯 你再過來談 你不要一次成功就表示你都 你很厲害了 嗯 就市場太造神了 嗯 那所以我覺得 路遙之馬力啊 所以走可以走得很長啊 好 來講一下 存股年限 好我們持續跟我們的小葉問啊 紫娟來聊一聊啊 當然我們有講說 你有兩個這個啊 賬戶啦 有一個核心的一個投資 有一個衛星的一個投資 但有一些是為了存股 然後做退休啊 那大家都很好奇啊 其實這幾年大家都在講存股存股 對 可是存到最後開始懷疑人生了 嗯 對那你存股的名單大概由於哪些 你是怎麼樣存的 是不是也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覺得我必須要先說 嗯 我覺得呃台股跟美股存在一個很根本性的差異 是嗯 比如說我有一個前輩 他之前買Google 嗯 然後十年之後哇塞 然後大家都很期待說我有沒有辦法 在台股裡面也存到類似這樣的股票 嗯 但就我來說我覺得難 因為台股本身沒有太多的品牌 嗯 那沒有太多品牌的時候 我們其實都是只是做代工為主 嗯 那你看我們的市值王台積電 我們的護國承擔也是做代工的 所以台灣的個股 我個人是覺得我很難去找到一個 嗯 十年可以翻十倍的那種股票 我或者說可能有但我挑不出來 嗯 所以在存股這件事情上來的時候 我就會變成非常的數字導向 嗯 我就不會像很多人去分析說 它的什麼核心的業務概念是什麼 可能未來會多麼成長 我反而就沒有了 我就會變得非常數字導向 那所謂的數字導向就是 呃會計的那些財務報 還有它的殖利率 我就完全是用數字殖利率這件事情來挑 那譬如說我一定會關心的是 呃殖利率啊 就是你要存股嘛 所以你的席一定要配的好 所以殖利率至少 其實我抓的還好 我只是抓4%以上 嗯 4%就好了 然後呃但是我很在乎的是 他有沒有那個盈餘配發率超大過50% 嗯 就是你的這個老闆 他賺了錢100塊 嗯 大不大方啊 對大不大方這件事情 嗯 而且我還會去關心一間公司的是 有很其實有很傳統的電信股 以傳統的存股標的 但我並沒有選進來的原因是 如果大家最近去看的話 你會發現他其實配出來的喜 他並沒有賺這麼多錢 嗯 他是靠他以前以前 以前存下來的錢的基本公計 在現在配給你的 嗯 所以這種我也不會選進我的名單裡 因為我會希望是 他是完完全全他自己賺的 嗯 他每年自己賺的 然後他從他賺的名單的錢裡頭 至少配50%出來給你的這些公司 嗯 那呃 這就會是我的存股 主要的一些個別公司的名單 嗯 那是我想要一個一個唸出來給大家 你至少要唸個你的幾個心頭好啊 對大家就不去買唸 會啦會啦會啦 那這樣好你不要講太多 好 基本上我我其中有一個是我目前現在非常喜歡的一檔個股 其實是嗯 他比較冷一點 3029的01 嗯 他其實是一間就是軟體的代理商 嗯 我會特別會喜歡他的原因是 他除了呃 連續15年配息之外 還有他通通都符合我剛剛所說的 比如說殖利率大於4% 然後他的呃 穩定配發股力 然後呃 大於50%之外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 他同時還是鼓勵成長股 嗯 也就是說他可能呃 他的殖利率已經很好了 可是他假設他今年配一塊 他明年配1.2塊 然後1.3塊1.4塊 他是每年成長 嗯 所以如果今天他是一個 本來殖利率就很高的股票 然後他又同時是一個鼓勵 還在持續成長 鼓勵成長股 欸這種我其實很喜歡 嗯 對這是其中一個 然後另外呃 因為我還蠻喜歡的是 我還蠻喜歡人寶的 哇 啊 雖然他現在好像大家說啊 PC啊 筆記啊 筆記型電腦不行了等等 嗯 可是一樣我說了 我是一個數字導向的人 嗯 所以你去把他的呃 就是 過去配息的那些狀況的 就數字來說 嗯 我覺得是漂亮的 我有一年教我兒子 嗯 這件事情好像張大帥也知道 我就選了一些個股 當然會有 他也會有挑到人寶 要看他配息什麼也蠻穩定的 對 我兒子吃之以鼻 因為那一年他買了那個橘子 啊 哈哈哈哈 對對對 嗯 所以呃 可是他他他買的橘子 他應該不是為了存股啊 當然不是 當然不是 所以他就會不屑我們的這個日報當圈 對 然後呃 其實還有一個 呃 這個禮 應該是這個禮拜五吧 要要除息了 大家現在還來得及 櫻花 哦 可是櫻花 可是櫻花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是他的成家量沒有很大 哦 對他有一個小的問題 就是他平常成家量並沒有很大 可是他一樣 他也是一個每年呃 呃配息配得非常漂亮 然後殖利率通通都在幾乎有都五%以上 而且我抓的殖利率是十年喔 我抓很長 哦 十年以來每年都是這樣 我不是這兩三年 是十年以來這些數字都這麼漂亮 我覺得你挑一個個 有一個呃重點欸 他的股價波動都沒有很大喔 對啊因為存股的平單啊 我不是要拿來做波段的啊 嗯 因為很多人就去選了一些比較熱門 他結果波動很大 說實在的 你可能一漲你可能很高興 大家跌下來他也把你的那個 對不對 存股的那個股息可能都吃掉了 對對對 那你也要波段沒有那麼大情況下 你才存的放很久啊 嗯 然後另外當然也會想要分享就是 ETF嘛 大家不是都會很愛講說 欸高股息的ETF很適合做存股嗎 嗯我哈哈 我在說上也有跟大家分享 我以前一開始的時候 那時候 好 嗯 喔 我是那時候沒有任何基本面考量 我那時候就是上班上一上 然後不開心 我就下班買一張 哈哈哈 因為那時候你就覺得說 欸 創辦上的不開心要在他買一張 你好像買了一個財富自有的機會 那種感覺 嗯 然后我就在他那时候 刚上市初期存了一些张数 但这我要表达的是说 买这种存股的股票的时候 你会给自己一种 在职场上的希望 你就会觉得我上班不开心 然后我下了一单 两万块之 还可以买一个希望 买一个早点离开职场的 一个一个梦想的那种感觉 那所以我现在想讲的是 高股息相关的ETF当中 除了传统大家很喜欢的 0056之外 其实我很在意ESG这个元素 所以高股息再加上ESG 加在一起的这种ETF 其实我存的比0056还多 对 我听到你买都是一张一张的买啊 对 我以为是大户籍的 没有啊 你今天上班开心买一张 你明天可能也会不开心 就又一张了 所以你希望你上班是开心的 还是不开心的 我觉得ESG 其实真的是未来的趋势 对对对 因为你想想看尤其是在疫情期间 大家应该会特别有感 如果今天你在一间上市公司上班 然后生产线出了问题 然后有人染疫等等等等 然后大家心里已经是不舒服的情况 然后你的公司却用一种逼迫你 一定要来 就是不是很舒服的对待方式 或者是当你这间公司没有赚钱 然后你突然看到新闻说 董监是领走了90%的 董监把那些酬劳全部领走 我相信这不舒服的 这绝对不会 这绝对不会是一间好公司 所以把ESG这样的一个概念 放到投资里 然后加上高股息 其实比如说像是富邦公司治理 或是国泰永续高股息 都是高股息再加上ESG这样的一个概念 其实这个反而是我存的 比0056还多的ETF 是啊是啊是啊 这个就可以 我在书上你有看到一部分了 所以现在你觉得 你还是会持续的去增加 你的存股的这个比重 包括基金这个部分 但是如果是波段的 你现在是按兵不动的 我现在是按兵不动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可以让大家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他现在的一个策略 有人说跟你一样 他说上班不开心 我先买个一两张 买一个提早离开职场的一个希望 好买一个希望 那么更多的一个讯息 就在子涓这本书 你可以再秀一下 让大家可以同步的看到 他很开心 因为他出新书之前 他就告诉我了 我就说好好 可以到我们的节目上 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我们也把它贴在粉丝团当中 让大家可以同步的看到 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丝的一个盼望 但是记得一定要把投资理财学好 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要薪水加薪 当然目前是困难的 但一步一脚印 可以看着年轻人是怎么样 有房有车 然后有好老公的 好非常谢谢我们的财经主持人 叶芷娟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了 好我们谢谢大家 我们的直播在这边也同步告个段落了 好拜拜 拜拜 拜拜